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金 今天咱们搞两台电脑啊 看看视线的预算 买华为的和买苹果的电脑都能拿到什么样的配置 首先咱们看一下华为 这一款是2012年发布的华为 matebook14s 这一款是带触摸屏的i711带h 高频的处理器3 3g赫兹16架512G的内存 橙色的话有差不多9899新的橙色 使用的话是非常少的 这一款的话 它属于一个高端的笔记本 当时的发售价的话是在七八千的样子啊 现在咱们的话4599就可以拿下 这个是2019款的macbook破13i5的 然后是16加256g的内存 19款16g运行内存的话 属于一个定制的内存啊 机器整机橙色的话在95新吧 然后边框的话 没什么磕碰 可有一点细微的磨损 这个的话 属于很普遍 也属于很正常的一个情况 定制内存的话 比标配内存的话 贵个两三米 像这种19款的 然后这个的话 到手价4099米同价位两个一起对比的话 肯定是华为的配置更高 使用体验的话就因个人而异了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选择哪一款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小金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行情 可以下方评论或私信 小金看到会及时回复 咱们下期见